Cherish 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C-H-E 我们念成Che Or I-S-H念成Rish 中音落在第一个音节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Cherish Cherish 好那Cherish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几乎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真爱 好我们看一下英文的解释 To love and protect someone or something that you care about deeply 去爱一个或者是保护某个人 或某件事情 好什么东西呢 你非常非常深深的Deeply 你深深的关心真心的在乎的人 或者是东西 我们中文就翻成真爱 英文就念成Cherish 那同学呢 在背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不妨顺便呢 也来复习这个字叫做Cherry 好Cherry我们知道呢 它的意思是樱桃 那在台湾呢 樱桃呢 它是属于比较昂贵的水果 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对不对 好所以当我们在吃樱桃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 所以同学就可以把樱桃跟真爱 这两个字呢 放在一起来背 好我们来看例句 On his wedding day Robert promised to love and to cherish his wif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好 On his wedding day 这个wedding day 指的就是所谓的结婚的那一天 好注意哦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所以我们介细词呢 要用on 好 他说呢 Robert promised to promise to的意思就是 承诺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好 承诺了要去珍爱他的太太 好这边有个时间扶持片语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for the rest of one's life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终其一生 好那cherry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真爱之外 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怀友 或者是珍惜 通常后面呢 是搭配记忆这一些名词 好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although it was difficult to say goodbye to my late grandmother I will always cherish the memories that I have of her 好那说although 指的是尽管虽然的意思 好虽然呢 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哪一件事情是困难的呢 it在这边是虚主词 真正的主词是在后面的这件事 to say goodbye to someone 跟什么人道别 好那这边呢 有一个late 好这边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 这个late这边呢 它并不是当作迟到 这个late如果当作形容词的话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已故的 好这边呢 要翻成已故的 特别注意到不是迟到的 好所以呢 跟我已故的祖母呢 说再见这件事情虽然是困难的 I will always 好我呢 那个总会 cherished 好会将会永远珍惜那些回忆 什么的回忆呢 that I have of her 我对她有所拥有的回忆 OK好 所以最后呢 我们再来复习这个字 cherish 动词珍爱 怀有珍惜 好的 谢谢观看